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相同的意愿 相同的使命感 在不同的56频道 文倩的世界周报再度的为大家播出 今天呢 我们要先为大家来讨论的是 全球的大国博弈 在经过川普四年之后 全球的秩序等于是从1945年 美国杜勒门总统上台 所宣告的全球秩序 完全反转 让我们来看全世界未来的三大首都 在大国的博弈概念里头 这三大首都分别是以华府为主 美国的Washington D.C. 再来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 北京第三个地点 其实早在三个月之前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就预告 未来最重要征战的地点 就是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 未来最大的争执焦点 也是双方拉拢的最主要的结盟对象 就是柏林 柏林指的就是整体的欧盟 而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就是德国 在本周非常戏剧性的发展 这戏剧性的发展完全是在12月19号 当天的早上到当天的晚上8点多 本来中国希望 趁着Joe Biden还没有上台 刚刚当选之前 原来中国和欧盟所谈判的投资协定 可以尽快地闯关过了 而这个投资协定 中国准备给欧洲特殊的特许 这个特许就是让很多的欧洲企业 可以在中国大陆内部 享有过去没有的特殊待遇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 永久在当地的股权 过去中国都是强制要求所有的外国企业 要和中国当地的企业 分别持股50%以下 换句话说你一定要合资 而且被迫技术转让 他准备对欧盟做出重大的让步 在一些重大的特许产业里头 给予欧盟企业百分之百 可以享有自己股权的特殊投资的待遇 而德国是全欧盟 对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家 所以这件事情呢 刚开始是王毅领军出来讲话 接着是准备派出特使刘鹤 而德国方面也有梅克尔总理 也表示了他的态度 稍早之前呢 习近平也特别打电话 直接的打给梅克尔 希望赶紧的完成中欧投资协议 这完全是时间发生在 12月18号的上午下午到了晚上8点多 一个推文一发出来 那个推文的时间点呢 刚好是欧洲的晚上8点多 换算时间呢 是在美东的时间差不多是中午的时间 这个推文是来自于 周拜登还没有当选美国总统的周拜登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Solivan 他们说他们严重的高度的关切 中国和欧盟正在进行的投资协议 这句话没有反对 也没有赞成 就只说严重关切 过去呢 大家很多人在周拜登 川普竞选过程当中 都有一个简单的二分法 因为周拜登不断地说 某个程度要联合全世界 要化解美国跟全世界冲突 而川普不断地说 病毒叫China Virus 叫做中国病毒 所以很多人的看法是 周拜登上台比较不会反中 川普比较反中 可是那个时刻 我在文献室中报 陆陆续续地都为大家做出分析 其实周拜登的策略是 联合西方围堵整个中国 而当Solivan 就是他的未来国家安全顾 这个推文一发出去的时候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 马上无疾而终 请看以下的报道 如果要以两件事 来总结中国的2020 毫无悬念 就是新冠病毒和美中冲突 在2020进入尾声之际 中国原本计划端出 今年外交生物上的两大成果 来一扫根子年的会气 一是已经完成签署的RCEP 成为全球涵盖人口最多 与规模最大的多边冒斜 二是预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 这将是中国终结2020迎接2021的天干地支 欧盟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那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首次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充分显示了中欧经贸关系的韧性和潜力 2020让中欧互相成为彼此的第一 中欧已经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投资谈判 双方都有意愿 在2020年完成白纸黑字的互许终身 我们希望双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争取年内完成达成协定的这一目标 这是华春莹12月4号记者会上的说明 十天之后 中国商务部主动发布官方消息 12月6到11日 中欧双方举行了第五轮投资谈判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央视新闻也在本月初频频报道 习近平分别与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梅克尔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宏进行电话会议 北京方面在在显示 距离达成协议似乎谨慎一步之遥 上周五十二月十九日傍晚 路透社引述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中欧谈判有突破性进展 德国媒体纷纷大幅报道 在梅克尔推动下 中欧谈判协议已接近完成的讯息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对中国出口国 也是最希望达成投资协议的国家 上周五马克宏宣布确诊新冠病毒 法国媒体忙着报道总统确诊的消息 但是法国世界报仍以协议 渴望在下周二完成签署作为标题 预测欧盟即将与中国达成协议 本周一中国外长王毅 在北京接见欧盟各国大使时 也表示双方很快有望达成协议 欧盟贸易主委将与本周二 与中国副总理刘鹤进行会议 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不料一条来自华府的推文 让这项协议停格在星期一晚间的8点33分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国安顾问苏利文 以推文呼吁 针对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运作的共同关切 尽早与欧洲盟友进行磋商 忽然第二天 欧盟贸易主委与中国副总理刘鹤 原定周二上午进行的谈判被推迟 欧盟各国大使团 周二下午的议程 也删除了中欧投资协议的讨论 欧盟希望欧洲企业能获得中国给予若干美国企业百分之百毒资的同等优惠待遇 但是即将就任的拜登政府则希望欧盟在人权与高科技技术上与美国一致同步围堵中国 拜登联合欧洲的施压和川普的单打独斗不讨 在拜登只是后卫上位就职前 其唯独战略已经走效 这个中欧谈判长达七年之久的投资协议 恐怕战时泡汤了